打两个冒号 这个冒号代表反复前面的部分 那如果它还有一条这个 它是代表反复后面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一段 前面需要反复 后面同样也需要反复 大家可以看到结尾的地方 它会补充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给它 因为一般如果用在曲子的开始 中间的地方然后要从头反复的话 它不需要做一个这样子的补充 它可能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只有这样一条 只有这样 代表从头反复到这个地方 所以前面它没有这个补充 但是它如果是从中间开始 它就会在它需要反复的那一段的下方 再补充一个这个东西 也就是由我们的这个地方 反复到另外一个这个符号出现的地方 这个也就称为我们的反复记号 现在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的曲子 我们演奏到第二行的第四小节 它就出现了一个反复记号 那也就是说你要从头到这里 再拉一遍才能往下走 第一遍第二遍大家一起听一下 看老师怎么反复的 反复 好的我们往下学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段 第二段从哪里开始呢 也就是另外一个反复记号的另一边 也就是我们第二行的最后一小节 这个小节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音拉过两拍就可以了 难得是要注意的是 接下来第三行的第一小节的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的二指都是靠着一指的 这个地方我们出现了我们刚刚所讲的临时升降号 这个是一个升号 所以这个地方你的二指 要跟一指分开 打开 听一下第一小节跟第二小节 你可以感受到 它的一个调性的变化 所以这个音很重要 它是我们的关键音 也可以称为我们的钥匙音 是我们整一个这一段的主音 你要这个音如果你没有升的话 那这个曲子就不对了 就会变成 它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注意 这个音的音准 二指靠着三指 注意 又是临时升降号 所以二指靠着三指 所以这一整段 它跟第一 就是我们前面所拉的第一句 还有接下来的部分 它的整一个调性的感觉 就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地注意跟小心 我们再听一遍 可以做个小实验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二指放在一指的地方 就是靠近一指的地方 把它拉成还原灯 大家听一下感觉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就会变得 这个曲子就会变得很滑稽 所以一定要注意你的二指靠着三指 感觉会变得很难